早期無地庫的時代 民眾都買花味 發達加水料做清潔用品 對著時代的進步 這種傳統的花味 也漸漸叫大家不記得 對山頂林文燦 王阿母 一年以前開始演繁花花味的清潔用品 我本身就是 在廟地庫之前的清潔用品 我記得以前我媽媽 我們洗頭 洗衣服都用的蚊子來做 時代的調流材 早有地庫 地庫之後早有地庫粉 所以蚊子因為 這個修容不太方便 所以漸漸就比市場變年化去 也才表示 雖然外母仔製作過程麻煩 由於採收和食品 都要純粹工 新本國政官 也因為無家人給花學的清潔物 無家人的清潔用品 新武分開度1999.7 不想要環境更是做環保 它的生物分解度達到99.7% 所以可以讓我們的河川不再受到污染 但是目前 鯊魚使用的人口數不是很多 因為這個東西 就是說內行的要知道要用 也希望藉著這個機會 可以讓很多人知道 無患者是一個很好用的產品 我們這個無患者是天然的東西 所以即使說你擦在手上 不然沖掉它也不會燒到我們的皮膚 無患者要用這麼標示 使用過化工程的用品 還用無患者洗衣服 不然感覺好沖又好洗 對皮膚一點都沒有負擔 因為那個化學木浴乳 我們外面所買的 那個化學木浴乳或洗髮精 那個食材有些比較不適合的 皮膚都會乾燥或者會起疹 現在用這個無患者 那個洗髮精跟木浴乳真的很好 又好沖又好洗 對皮膚真的很好 科技的進步 化工程的用品會普遍 現在也希望沒有這種天然 和環保的程度用品 會漸漸受到社會者的喜愛 記者 王朱如 查文報道